台中市北区跟日本大阪备种市市姐妹区 为了扩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绿人国中跟大阪备种市第五中学 进行了多次的友好交流 但碍于疫情都只能够视频交流 为此绿人国中爱心志工队 决定亲手缝制兔娃娃 代表着兔年的礼物来送给日本学生 而最近这批兔娃娃终于送到了学生手中 让师生们都相当的开心 志工妈妈一阵一线用心缝制兔娃娃 每一个都是唯一限定版 这些全是代表兔年礼物 要送给日本大阪备种市第五中学的学生 刚好今年是兔年 我觉得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作吉祥物寄过去 把我们的吉祥物跟他们的学习跟生活 一起出现在画面 我们学生会更有感觉 那其实同样的他们 未来也会把他们的吉祥物寄给我们这边 那也跟我们一起体验台湾的生活 那用这种交换吉祥物的方式 可以及时地感受到对方在交流 台中市北区和日本大阪备种市是姐妹区 为拓展学生国际视野 历人国中和大阪备种市第五中学进行多次友好交流 但碍于疫情只能视讯 为此历人国中爱心志工队就亲手缝制兔娃娃 送给日本学生做友谊纪念 近日这批兔娃娃终于送到学生手中 师生都相当开心 做成礼物送给我们交流学校的学生 那这个兔子娃娃呢 其实如果会做的人呢 一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了 那我们是伸手大概做好几个小时也做不好 那这个临时要送一百多只到不同的国家 所以有请我们的志工队伙伴帮我们加工 我们亲手做给他们的卡片 他们也亲手合了卡片给我们 然后他们也有在学习中文 让我们觉得很新奇 然后我们也有制作兔娃娃给他们 结合了我们当地的兔年的习俗 一些就是特色 Thank you 校方表示 使历仁国中和备种师第五中学地结友好交流 买向第二年 目前正在规划实体国际交流的时间 希望早日让两小时生想减缓 记者杨宗桓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